昨天又被台媒更新了一集一难忘 女方发声 称两人如今关系是很难形容 还签异地协议 规定要是一方搞暧昧或恋爱 那就朋友都没得做 不出轨还要用协议来规定了 异地 当事人都对两人关系不再信心满满 以及情侣之间的底线 如今却要用协议来约束 这 情侣之间的雷点过多呀 怪不得新闻发出后 评论区对两人关系都是 温和的 疑惑两人关系能不能继续维持 直白的 都到签协议的地步了 还是分了吧 哎 这两人 虽然从未官宣分手 但行为上 在旁观者眼里 总觉得明天就会分手 点 就看看类似今天异地协议的事 他俩重复过多少次吧 今年6月 就被发现女方取关了男方 7月就丢出重磅炸弹 说双方都有自己的想法又要谢谢一切结束与还是再见 直接引发外界纷纷猜测他和黄浩 是分手了 随后 经纪公司紧急回应 说两人没分 只是暂停一下 Hash第一次知道 谈歌恋爱 还能暂停的 一周之后 两人正式分居 以为这次暂停 他俩就会私下消化 安静处理了 8月 第三集一南望更新 传出复合 但相比对分手的坚决否认 对复合 经纪公司和当事人都拒绝回应 9月 一南望第四集 准时上线 黄浩发了张再见 配图还是自己和女友背影着 这咋能不让人联想到 这是两人感情生变了 结果第二天 女方又又又否认 没分 男方也紧急找补 报道说经公司同事提醒 他在再见之前 加上台湾两字 但UESE 两人同属一个经纪公司 萧亚轩还是黄浩老板 老板发声否认 下属在同事协助下立刻找补 这次的双双否认 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以上光这些要分不分的推拉 就持续了将近半年 两人感情不合的迹象 则出现在更早之前 去年两人上女恋时 黄浩就经常性被女方数落 不比女方作息健康 那时只有25岁的黄浩生活习惯随意 爱打游戏爱吃炸物 于是萧亚轩除了女友 还会像妈一样管着对方一些琐事 男方吃炸鸡 萧亚轩 今天尝那么多痘痘还吃炸鸡男方吃饭 他又要提醒对方不能吃太快 男方刚上车 萧亚轩就要见凤插针要给他涂唇膏 就算在家里 他也会时刻提醒对方不要驼背 而黄浩 对女友管束 显然是不舒服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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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